为庆祝三八妇女节 2023年第二届厦门市女子篮球联赛 于3月8日在路人甲参坤馆名少开赛 8日晚 全国首支两岸女子篮球队Girl Power 再次代表厦门市台商协会 厦门台协青委会参赛 厦门台协高power队组织人彭欧雅 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提到 球队队员们为了在第二年的比赛中能够有所突破 首届联赛一截数就开始了球队的日常训练 我们在从去年开始比完赛以后 我们从7月份就开始做训练到现在 所以这次跟上一届比赛是比较有准备的 目的很强烈 就是说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然后能让这个球队呢 让更多的人知道发光发热 然后我也希望说刚来的台胞台卿朋友们 来到这边能够快速的跟本地的朋友 能够打成一片 能够快速的去融合 去适应这个本地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啊 所以我当时组建的这个初衷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 因为篮球呢是没有这个隔阂的 据了解第二届厦门市女子篮球联赛 有12只队伍参赛比首届多了4只队伍 除了厦门市台商协会女子篮球队之外 还有厦门大学女子篮球队 华侨大学女子篮球队 厦门理工大学女子篮球队 以及其他8只来自社会各界组成的篮球队伍 8日晚上举办A组一轮三场和B组一轮三场 其中厦门台协高抛二队对战厦门大学女子篮球队 在比赛开始之前 有个别开生面的环节 选手们与对手队伍交换手针玫瑰花 至以节日的问候 经过激烈的竞争 最终厦门台协高抛二队以43比20获得胜利 除了就是严厉的训练之外 我们会有很多团建的活动 然后在团建活动过程当中 就会有鼻子会有很多交流 像我才来半年 然后也什么都不懂 那他们都会带我们去吃吃喝喝 然后了解下门的文化 去年的联赛打下来以后 引起了中国篮协 包括我们两岸的媒体的高度关注 我想通过今年这个赛事 明年可能我们还是把金门也邀请过来 因为他们也想参与 目的就是要更多的女生参与这个赛事 运动使女生更美丽 在球浪上大家分享运动的快乐